欢迎来到声乐书轨 每天一本书 让我们一起成长 祝您本期听书愉快 收获满满 今天要为你介绍的这本书 厉害了 不管从厚度 重量 还是地位来说 都是超级重磅的巨著 它就是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 第一传记的 约翰生传 说它是重磅巨著 当你拿到手里的时候 你就能感受到 这套约翰生传 属于上海艺文出版社 推出的插图珍藏本 世界文学名著 本三大卷 足足有近1800页 重达4公斤 除了分量十足外 书籍的装针 同样展示了这本书的不俗 这套书的每一卷 都带有独立的函套 把书轻轻抽出 书的外风是墨绿色 七步装表的 封面正中 烫印着本书主角 约翰生博士的浮雕头像 无论从视觉上 还是触觉上 都充满立体感 金光灿灿 犹如纪念碧 或者纪念碑上的英雄形象 书顶刷金 学习百年前古董书的 普遍做法 防眉防柱 说它是巨柱 绝不止因为装针好 本书作者 詹姆斯·鲍斯威尔 是英国家喻户晓的 文学大师 他生活在200多年前的18世纪 很多人都喜欢阅读传记作品 而现代传记这种文学形式 就是他开创的 因此他享有 现代传记之父的称号 这本约翰生传 便是鲍斯威尔的代表作 这本书也被誉为 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传记 除了作者重磅 这本书的中文译者 也同样值得介绍 本书的中文译者 普隆先生 是译著等身的资深翻译名家 翻译过蒙田 培根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索尔贝罗等的代表作 接下约翰生传 这部硬骨头的翻译任务时 他已年过七十 直到2023年 他82岁 书才终于出版 十年间 他将一文反复打磨 终成完稿 约翰生传 早在20世纪上半叶 就滋养过不少 中国学者 作家的阅读生活 受到钱忠书 林玉堂 梁石秋等文豪的推崇 却始终只有几个 结译本出版 读者只能通过 选择的片段 来领略 约翰生博士的风采 我们盘点 国内出版过的 所有结译本 选译本 其篇幅和容量 都不到原著的一半 普隆先生翻译的 约翰生传 是此书出版 230多年来 在整个华语世界的 第一个权益本 毫不夸张地说 这本书填补了 中国翻译史上的 一项空白 塞缪尔约翰生 是何等伟大的人物 他的故事 为什么能由 现代传记之父 鲍斯威尔 亲自撰写 会吸引翻译家 普隆先生 以古希茂蝶之年 十年磨一剑呢 鲁迅曾说 从来不朽之笔 虚传不朽之人 而约翰生 对于英国来说 就是这样一位 不朽之人 当然 他不仅是英国 杰出的诗人 剧作家散文家 他甚至编写了 第一部英语词典 是英国人 讲述本国历史 无论如何 都绕不开的 关键任务 对于我们 了解约翰生 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 约翰生一生 都在遭受 贫困和疾病的折磨 但依然凭借 强大的精神力 重建了内心秩序 如果您想了解 关于个人 如何面对人生困境 应该如何自处 那么我们不妨 翻开这本 约翰生传 下面 我们就一起走进 约翰生的故事 约翰生传 经久不衰的魅力 很大程度上 正是来自传主 约翰生博士 非凡的人格魅力 约翰生 是一位 无与伦比的全才 称约翰生为博士 不仅因为他后来 获得了 牛津大学的 荣誉博士学位 更是对他学问的尊敬 约翰生的出身 十分平凡 1709年9月7日 他出生于英国中部 斯塔福德郡的小城 利奇菲尔德 父亲是当地的一位书商 母亲那方家境稍好些 但也并不富裕 约翰生天资聪颖 从小就显露出 不凡的文学才能 三岁就能做事 读书过目不忘 是文明乡里的神童 19岁时 他在亲戚的资助下 进入牛津大学 却因资助中断 而被迫在1731年辍学 没能拿到学位 离开牛津后 他当过一段时间老师 因为童年患有裸力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鼠疮 他的脸上留下了疤痕 他一边耳朵失聪 一只眼睛全瞎 另一只眼睛也视力不佳 而且说话时 会不由自主地抽搐 这导致他不仅在求职时 处处碰壁 就算勉强被学校录用 也很难受到学生欢迎 约翰生22岁时 父亲病逝 父亲给他留下的遗产 是区区20英镑 和一堆杂书 两年后 他竟然介绍 和一位名叫 露西波特的女子相亲 最后 却与露西的母亲 伊丽莎白 泰蒂波特 一位比他年长21岁的寡妇 结了婚 凭借新婚妻子的积蓄 约翰生在家乡 开办了一所学校 可 约翰生一没有学位 二没有名气 三不太擅长教学 学校很快就倒闭了 不过 在他为数不多的学生中 倒是出现了一位 日后的著名演员 大卫·加里克 1737年 28岁的约翰生 决定去伦敦闯荡 与他同行的 正是加里克 那将是 改变他人生的 一个决定 来到伦敦 约翰生 钱袋空空 举目无亲 只好充当文学苦力 给绅士杂志的老板 凯夫打工 编写议会辩论的摘要 虽然从来没有 从政的经验 但约翰生 对政论时评的写作 十分在行 为杂志带来了 不错的销量 这些文章 虽说 以后来的眼光看 多为应景之作 并不具备 传世的价值 但对于约翰生 个人来说 却是 作为一个 靠稿费生活的 独立文人的开始 他从给杂志 打工写稿起步 逐渐尝试各个领域 各种体材的写作 成为了一位 真正的文学通才 约翰生 首先是一位 杰出的诗人 写于1738年的 讽刺诗伦敦 匿名发表 却一鸣惊人 引起了当时诗坛霸主 亚历山大 对权力 学问 寿命 美的追求 都会落入虚望 约翰生 也是一位剧作家 和他的大部分作品不同 诗剧 伊瑞涅 并非一气呵成之作 而是精雕细琢了许多年 这部剧 在加里克 出任伦敦 朱瑞相剧院经理后 被搬上舞台 虽然并不算失败 但也谈不上反响热烈 不过 伊瑞涅在语言和思想上 依然是一部公认的佳作 约翰生又是一位 成就斐然的散文家 约翰生的散文 漫游者 和后来的闲散者 等系列报刊文章 他建立了文体家 和道德家的声望 直到今天 约翰生的散文作品 依然是英语散文史上 无法绕开的一环 收录在企鹅 人人文库 等经典英语文学的书目之中 约翰生 还是一位独特的小说家 虽然他一生 只写了一部 篇幅不长的哲理小说 《王子出游记》 但是这部作品 却风靡全球 成为他销量最大 影响最广的作品 小说的情节十分简单 王子拉赛拉斯 从小生活在 一个名叫幸福谷的地方 却并不感到幸福 终于下定决心要逃走 去外面的世界 找寻真正的幸福 他去了许多地方 见了许多人 经历了许多事 可发现人生处处 是空虚是烦恼 最后 王子一行人 决定回到家乡 他体验了人间的 珠般不完美 逐渐对世界 有了更加实际的认识 我们可以看到 这部小说 与上文提到的 约翰生的诗歌代表作 《人怨皆空》 在主题上 可谓一脉相承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当时约翰生的母亲去世 无钱安葬 他只花了一个星期 就写出了这部作品 用稿费解了燃眉之计 不过 王子出游记 绝非草率之作 而是约翰生 长期思考的结晶 只是一个契机 让他鼓动文思 把思想转化成了文字 鲍斯维尔说过 就算约翰生 没有再写别的任何东西 这部作品 也会使他在世界文学中 名垂千古 他的作品 没有一部 在欧洲流传如此之广 因为他被翻译成了 大部分现代语言 如果不是全部的话 这个故事 具有东方意象的一切魅力 和英语能够表现出的 全部力量与优美 约翰生 更是一位杰出的 莎士比亚学者 他编了一版 对18世纪杀剧研究 意义重大的 莎士比亚作品集 该版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精彩的评注 二是一篇令人震聋发聩的序言 还是鲍斯维尔的评价 这部书 即使没有其他优点 单就拿出他的序言 国人也没有理由加以抱怨 因为在序言里 那位不朽诗人的悠长与不足 在一位大师的手笔下 展现无遗 除了上述几方面的才华 约翰生还是一个 不折不扣的金巨王 18世纪的英国知识界 流行清谈 所谓清谈呢 说的通俗点 就是或志同道合 或虽然立场不同 但相互欣赏的朋友们 在咖啡馆酒馆等公共场所 聚会闲聊 主题不拘 天南地北随性发挥 而这样的群体 又往往会组成半正式的社团 比如以约翰生为核心的社团 就叫做俱乐部 特别说一下 约翰生团体中的其他成员 同样也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有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著名画家乔舒亚·雷诺兹 著名诗人剧作家 奥利弗·戈尔德·史密斯 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 著名政论家演说家 埃德蒙·伯克 当然还有日后的著名传记作家 詹姆斯·鲍斯·鲍斯维尔 而在璀璨夺目的群星中 约翰生是最耀眼的那一刻 对于当代读者来说 可以通过约翰生博士 流传下来的各种体材的作品 来感受他的文字魅力 但是要穿越时空 体验这位18世纪 暴梗能手的绚烂口才 那就只能依靠 鲍斯维尔的《约翰生传》了 《约翰生传》 除了一点一滴细致地记载 《传主生平》之外 最为人称道的 正是书中大量记录的 《约翰生的言谈》 本书作者鲍斯维尔 是约翰生的门生 两人也是忘年交 鲍斯维尔结识约翰生后 发现听他说话 比读他的文章更有意思 于是在二十余年间 不停地记下约翰生的谈话 为将来的传记积累素材 甚至到了不顾面子的地步 为了不遗漏约翰生博士的任何一句话 近乎疯狂的追星行为 那约翰生的许多令人 拍案叫绝的金句 也就随风而逝了 我们将不会读到 一个人宁肯让别人说 有关他的一百个谎话 也不愿让人说 他不希望人家说的 关于他的一句真话 不会读到 一只苍蝇可以钉一匹骏马 让他色缩 但一个只不过是昆虫 一个仍然是匹马 更不会读到 一个既会花钱又会省钱的人 才是最快乐的人 因为他享受到了两种快乐 这些句子既有趣又富有哲理 充满生活的智慧 难怪在英语世界中 约翰生被誉为 除莎士比亚之外 被引用最多的人 虽然约翰生在诗歌 散文 小说 传记等方面 均有出色的成绩 论综合实力 可谓无与伦比 但是那些成就分开来看 还没有到独一无二的程度 英语词典 才是他足以僻逆时代的成就 下面我们就来展开聊一聊 约翰生的这第二个不朽之处 词典 作为解释词语意义 概念和用法的工具书 对于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语言来说 作用自然是非常大的 但是一直到18世纪 当法国和意大利 都有了自己语言的权威性词典的时候 英国却在这方面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就在这个关头 天将大任于斯人也 约翰生 站了出来 1747年 他发表了英语词典 编写计划 书商从中看出了商机 邀请约翰生担当重任 一开始 约翰生答应用三年时间完稿 最终却一拖再拖 花了八年多 才完成了这项不可思议的浩大工程 约翰生 向书商预支了1570英镑的稿费 开始了这项 让绝大多数学者望而却步的艰苦工作 虽说有六位助手 但其实他们只是负责抄写 所以约翰生是在以一己之力编词典 这对于现代人来说 着实是件难以想象的工作 要知道 在法国 法语词典是由法兰西学院40位院士 花了40年的光阴才编成的 约翰生带着寥寥几位助手编词典 这不仅是约翰生博士引以自傲的成就 更令全体英国人感到骄傲 关于约翰生的英语词典 有一个经典故事不得不提 而且这件事的意义超越了约翰生本人 英国在18世纪之前 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 文人要写作 第一步就是要获得贵族的资助 所以那时候的作品在开篇 往往会写明 此书献给某某大人 约翰生在着手编撰词典时 起初也想寻找这样一位资助人 当时有一位爱好文学的贵族 叫切斯菲尔德寻诀 他表示出了对约翰生这项计划的兴趣 但当约翰生去他的府邸拜访他时 却受到了冷落 后来的故事很励志 约翰生拒绝了再次恳求寻诀的垂青 是将孤胆英雄做到底 完成了这项惊天动地的工程 词典即将出版的时候 勋爵又在报刊上发表了两篇热情洋溢的书评 希望约翰生重新将作品提现给他 约翰生当即写信 表示与他划清界限 说 先生 我从来就没有赞助人 约翰生的词典 是英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而且他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其作为一部工具书的意义 这部词典确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典编撰方法 它的特色不在于向使用者解释一个词的词源 而是提供了准确的定义和生动的例句 以词语来解释词语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 对编词典的人有着很高的要求 约翰生是这方面的大师 哪怕以今天的眼光去看 他的英语词典中的大部分词语定义 依然是站得住脚的 当然 他又是个个人观点非常鲜明的人 所以会把自己的看法投射到某些词的定义中去 举两个这方面比较有名的例子 比如燕麦这个词 约翰生对苏格兰人怀有根深蒂固的偏见 他在其定义中写道 燕麦在英格兰给马吃 在苏格兰则给人吃 再比如辛苦的劳动这个词组 约翰生结合自身经历 在该词条的下面说明道 比如词典编撰 这些有趣的定义 如今都成了文学史上的笑谈 另外 约翰生的词典中的例句 全部来自现成的文学作品 即英国伊利沙白时代 到约翰生生活的18世纪中期 这数百年间 这一争引例句的方式 是建立在他令人惊叹的阅读量之上的 他的熟人 《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说过 约翰生是他同时代读书最多的人 以亚当斯密身份之崇高 交由之广泛 这番话可以说是权威的认证了 刚才一直在讲 约翰生带着几位助手编撰了词典 为英国人立下了不适之功 令人佩服不已 那么这个工程是怎么完成的呢 约翰生的词典编撰方法 大致来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是阅读海量书籍 而且这项工作是靠他一个人完成的 单就这一项人肉检索的工作而言 浩瀚的工作量和枯燥乏味程度 就非常人所能承受 要知道 约翰生的势力本来就不太好 他一边不停读书 一边思索词意 一边寻找适合作为例句的句子 用笔做上标记 接下来的第二步 是将这些他标出的句子交由助手摘抄 整理成类似于日后词典编撰人员制作的 小卡片一类的资料库 留待需要时使用 第三步 是正式编撰词典时 他再从这一资料库中 将所需的例句提取出来 插入对应的词下面 约翰生这样一种 从现存的文本中摘取例句 包括某个词最早用法的做法 后来也成为了最基本的词典编撰法则之一 为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词书 牛津词典 点定了基石 约翰生的英语词典 收词约四万条 引文极为丰富 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条 在问世一百余年的时间里 他一直是一部权威的英语参考书 在约翰生生前 该词典就出过五百 其中不少定义 依然在被当代的词典使用 约翰生为词语下定义之精准 由此可见一斑 有位英国作家叫约翰维恩 是优秀的小说家和诗人 作为约翰生博士的忠实粉丝 他也为约翰生写过一本 颇受好评的传记 他在书中写道 如果约翰生在1755年去世 他的名字将会仍然在识字的英国人 和全世界使用英语的人的心中 一一升回 因为这部词典中的 隐文构成了一部又长又迷人的文选 他有意识地选择这些隐文 不仅举例说明词意 更是传达有价值的思想 或是有趣味的信心 维恩的意思很明白 约翰生的词典 不仅是一部杰出的工具书 更是一本能够给人提供知识和乐趣的读物 难怪直到今天依然有出版社 在推出约翰生博士的选本 受到读者的欢迎 刚才我们介绍了约翰生 在文学方面的才华 以及他主持编撰了英语词典 后世的人提到他 总说他是不朽的约翰生博士 能配得起不朽这个词 这就不得不提到 人格与精神层面的约翰生了 他无疑是英语文学史上的巨人 但是读过鲍斯威尔这部传记 你就会知道 约翰生的一生 即便是成名成家 获得王室年金之后 也难得随顺 他一直在同外部和内心的困境 所斗争 少年时代的他聪明过人 却因为家境清贫 只能从牛津大学辍学 幼时罹患的疾病 又在他身上留下了 无法抹去的痕迹 解害他受到后遗症折磨 又失去了相对正常的相貌 二十多岁时闯荡伦敦 靠给报纸杂志写稿为生 几乎是凭借一己之力 捍卫了独立文人的尊严 很大程度上 依然是经济原因使然 约翰生常年与太太分居两地 过着单身汉的生活 约翰生太太去世后 他倍感伤心 好在有许多朋友陪伴 可随着年龄逐渐增长 众多疾病袭来 而朋友也是或去世 或把生活重心 放在了自己的家庭 约翰生的孤独感 一日胜死一日 这一切困难 正如我们当代人 面临的许多难处一样 终究要靠自己去战胜 作者鲍斯威尔在这部传记中 有一个精彩的比喻 他将约翰生的思想 比作罗马原型大剧场 他的判断力 矗立在剧场的中央 不得不一直与各种忧虑 展开斗争 仿佛在与决斗场中的猛兽搏命 这些野兽有各种名字 懒惰 恐惧 欲望 等等等等 他们随时会一跃而起 向他扑来 经过殊死搏斗 约翰生终于将猛兽赶回巢穴 却并不能将他们消灭 等到下一次他放松警惕之时 他们依然会发动攻击 在如何与内心的负面情绪相处 和斗争方面 约翰生着实可以教会我们许多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身体家境的诸多困难 让他感到自卑 成年后艰难谋生的状况 也让他感到压抑 但是他始终有着非常强大的精神力 善于依靠读书写作交谈 重建内心的秩序 阅读约翰生的人生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人强大的内心 如何作用于生活 成就约翰生的伟大的 除了他个人的非凡才华 卓越贡献 以及人格魅力外 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离不开约翰生传这部作品 帮后人铭记了他的故事 从来不朽之笔 虚传不朽之人 鲁迅先生的名作 《阿Q正传》第一章序中的这句话 或许我们不少人都读过 用它来形容 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 各位恰如其分 作为约翰生的好友 门生 鲍斯威尔为自己的老师 偶像立下的这部约翰生传 看成古往今来 英语世界中最优秀的传记作品 1763年5月16日 一个星期一的下午 23岁的鲍斯威尔 同54岁的约翰生 在汤姆戴维斯书店的 会客厅里结识 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一段伟大的友谊 从此开启 在鲍斯威尔与约翰生 交往的20余年中 他俩一直保持了联系 虽然鲍斯威尔经常不在伦敦 甚至不在英国 他与约翰生的书信往来 却从来没有断过 而每当他来到伦敦 约翰生博士 都是他第一个去见的人 年轻的鲍斯威尔的朝气与幽默 给正在进入暮年的约翰生 带来了许多快乐和慰藉 两人朝夕相处的时间 虽然不足300天 但鲍斯威尔却以十足的细心 与惊人的耐心 记录下了约翰生 那充满人生智慧的思辨 才华横溢的言谈 出人意表的比喻 和光彩夺目的羞辞 而在1784年 约翰生去世后 鲍斯威尔更是立志 要将这位文坛巨拨的生平 一点一滴地挖掘出来 在悉心整理自己 多年积累的笔记日记和书信之外 他还走访了诸多 与约翰生有来往的人 孜孜不倦地收集素材 做事态度更是堪称虔诚 甚至为了确保一个日期不出错 跑遍大半个伦敦城去核对 凭借出众的记忆力和叙事的天才 在约翰生去世后七年的1791年 鲍斯威尔终于完成了 这部里程碑式的传记 通过这部剧著 我们既可以体会到 约翰生如大雄星座般的 君临众星的魅力 也会为字里行间洋溢的 两位杰出人物的温馨友情 感动不已 两百多年来 约翰生传始终屹立于 英语文学的殿堂之上 地位不可撼动 而鲍斯威尔也因这部作品 被称为现代传记之父 英国历史学名家托马斯·麦考来 将鲍斯威尔比作 传记作家中的莎士比亚 称赞他开辟了传记写作的新纪元 确实 约翰生传在传记文学的历史上 有几大前无古人的开创性意义 首先 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 鲍斯威尔在以最大的努力 还原一位伟人的义生 对人物生平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要求极高 也相应地付出了空前的努力 这在他之前的传记写作者 是从来没有做到过的 另外 鲍斯威尔之前的传记写作者 往往和中国古代 为帝王将相立传的作者一样 不免为尊者会 会刻意回避掉一些 传主不那么光辉的特点 但是鲍斯威尔却忠实地记录了 约翰生的许多怪异举动和夸张言行 虽然这里面或许有一定艺术加工的色彩 但是我们不妨把这种艺术加工 看成是鲍斯威尔再当一名导演 他在尽量地激发主角约翰生的表演欲 这让约翰生博士的形象 变得尤其立体生动 试问还有哪一位18世纪的英国人 像约翰生这般鲜活呢 最后 鲍斯威尔以现场旁观者和参与者的身份 记录下了大量约翰生精彩的言谈 和与他人的对话 而这些言谈和对话 也构成了约翰生传中 可读性最强的内容 以至于许多后来的出版商 会专门将这部分内容 汇编成约翰生言谈录 很多优秀的传记 都会汇编传主的谈话内容 而让谈话成为传记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鲍斯威尔也是第一人 时间关系 这部黄黄巨著 只能为你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部书 那或许是 约翰生传 是以一位不朽之人为主角 写成的不朽之书 表面上看 鲍斯威尔是此书的作者 但是 约翰生博士又何尝没有参与到创作的进程中来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或许是他俩合作完成了一部 名为约翰生博士的作品 约翰生传的伟大 从来就不仅是文学史层面上的 对于两百多年来的一代又一代读者来说 理解赛缪尔约翰生的一生 也就理解了大部分人注定不平坦的人生路 和个人奋斗的意义 最后特别想说一下 站在当下的时间点上 约翰生的故事对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价值 在有生之年 约翰生是一个将个体的智力与精神 都挖掘到极限的人物 他对于知识的渴求与信念 如今看来简直近乎疯狂 随着技术革命的日新月异 人类整理知识的工具与方法 被大大扩展和延伸 当人工智能代替人类思考 似乎即将在不远的将来实现时 我们是不是需要回过头来看看 人类的最强大脑 曾经达到怎样的成就 曾经拥有怎样的可能性 从而为我们未来的录像 提供某种意义上的反思与对照 就这个问题而言 约翰生无疑是一个极具价值的研究对象 而鲍斯维尔的约翰生传 为这种研究提供了最重要 最珍贵 也最不可替代的材料 好的 以上就是为你分享的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优优独播剧场——秋菱